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实行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遵循 为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条例精神实质 我们选取基本知识点 制作了条例学习动画短视频 共基层统战干部学习和指导实际工作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乔务工作篇 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增进华侨和出国留学人员等 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同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鼓励华侨参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融入民族复兴伟业 遏制台独等分裂势力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发挥促进中外友好的桥梁纽带作用 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桥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围绕宁心俱立 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 加强华侨 归侨 侨卷代表人士工作 凝聚侨新 汇集侨制 发挥侨利 维护侨义 为侨服务 统筹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 着力涵养侨务资源 引导华侨 归侨 侨卷致力于祖国现代化建设 维护和促进中国统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致力于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合作交流 推动构建人类命令共同体 保护华侨 正当权力和利益 关心华侨的生存和发展 推动和谐桥社建设 教育引导华侨 遵守住在国法律 尊重当地文化习俗 更好融入主流社会 为住在国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智慧和利益 充分展现守法诚信 举止文明 关爱社会 团结和谐的大国侨民形象 保护硅桥 桥卷合法权力和利益 适当照顾硅桥 桥卷特点 积极发挥他们与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